各位同学,现在我们来看高1,Exercise 5.1,第五题 首先呢,这一题要我们来找关键 它是一个镜子,但它有focal length 所以它必然是凹面或者凸面镜 它所成的像呢,是直立的 所以根据上一题,只要是直立 前里的object是一个real object,因为它是 is placed on the axis,所以它必然是一个real object 则,由real object所form的image中 如果它是直立的,那它必然是 virtual image,一定是虚项 那虚项呢,凹面镜 可以形成正立放大的虚项 凸面镜呢 凸面镜,如果我们把object放在这边 它会成一个缩小的虚项 所以,到底是凹面还是凸面 题目也没有告诉你 但下一句话它又说 0.5 m呢,是等于向高除以物高 请问你要怎么除,才会得到0.5这个数字 是不是必然是hi小于ho 分母比较大,分子比较小 才有可能,我们可以直接代入嘛 这个就是0.5就是二分之一嘛 所以,1比2则向一定是比较小的 代表什么呢?它是一个缩小的情况 这凸面镜一定是凸面镜 convex mirror 则它的focal length就需要代入负的 200mm也就是20cm 凸面镜的f我们要代负的 凹面镜的f我们要代正的 那通过计算的方式 我们求出object的position u分之一加v分之一等于f分之一 在此之前呢,我们还要利用这个二分之一的关系 以绝对值v除以u v就等于 我们写0.5好了,比较容易表达 正0.5u,或者负0.5u 因为在绝对值里面 它有可能正,也有可能负 所以,到底是正还是负呢?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锁定了 erect是虚项 所以,这个我们淘汰rejected 我们取负0.5u来代入 u分之一加负0.5u等于 负20 所以,这里只有u一个位置数 把u给解出来就是答案了 如果你解不出来u的话 是你数学的问题哦,不是物理 所以,我们下期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